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 老爷们大家好 感谢收看由非常正经的三号大师 为您带来的刀毯直播比赛解说 来看一下2019年布加勒斯特 以及联赛的 呃 败者组决赛 那么GE对战KG 这是双方BO3的第二场比赛 来看看这场比赛双方的一个搬选 那么这场比赛先搬先选的一方是GE GE这场比赛一上来是 抢了一个小精灵 那么拿了一个小精灵以后 KG这边呢 则是直接掏出来了 这个虚空和冰龙两个英雄 这样的话 已经做好了去迎接你这个精灵飞机的准备了 而且昨天GE也确实是拿出来过这个精灵飞机 那么GE在看到你虚空甲面和冰龙以后呢 也是放弃了这个A飞机的打算 那么直接是掏出来了一个敌法师 继续拿上一场比赛的敌法 然后搬掉了DP和黑鸟 还是比较针对终端这个黑鸟这个点 那这样啊 这场比赛终端的位置 还是有可能去拿一个进展性终端 看看KG 看看KG这场比赛的第三手 拿出来的是一个小小 小小这个英雄现在胜率也是非常的高啊 谁拿谁赢的一个感觉 确实这个英雄现在的这个山崩虽然不像以前那样是一个无缝的控制 但是呢嗯现在这种非无缝的控制呢也是让他拥有了一个更长的控制时间和在对方拥有BKB之前更好的一个限制能力 有观众在问上一场比赛谁赢了 你注意看右侧就是两支队伍名称上面有两个小点 那两个小点呢就是如果你玩过格斗类的游戏 不管是结霸还是拳皇或者类似的游戏的话 呃就应该能明白了对吧 那边亮个点那边就是赢了一次 有观众说现在VT的伤害太高了 其实并不是 因为VT的伤害本身其实并没有 跟以前相比就是这个技能的二连的伤害并没有比以前的高 他虽然变成了在T的时候三倍伤害 但是由于V的伤害比以前来的要慢 所以整体的伤害差不多 这个是在这个技能刚刚一修改以后 我就去实际做过的测试 大家说你的八兆蓝光怎么不见了 我的八兆蓝光不见了吗 不见了应该是因为没有人刷礼物吧 人气不够 热度不够 人数不够导致的 没事 先这么看 过一会儿就好了 咱们这边有一个观众说KG输了切屌 我姑且认为你是个妹子吧 大叔不理我 看个斗鱼私信啊 斗鱼私信我还真是看的不多 你别说 斗鱼平时除了直播 我基本不打开这个这个网站 我去看一眼私信去啊 咱们这位大老师直接给了我一个key是吧 谢谢谢谢谢谢 我这个斗鱼这边没有没有没有蛇稳的标志 我只能 谢谢谢谢 我去把这个id领 游戏领了去 10 seconds remaining 5 seconds remaining 好 这边 感谢咱们这位大佬的火箭 为了防止念错名字的念错名字 大家知道我这个经常念错字 为了感谢咱们防止念错名字 咱们这边查一下 应该是e字啊 第一个字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一心子叶 应该是一心子叶 但是这个字好像还有另外一个读音吧 好像 好像也念蝶这个字 我不知道咱们这位大佬应该是念一心子叶 还是蝶心子叶 感谢这位大佬的火箭 非常感谢 这个字有两个读音 有两个读音 所以 感谢 那就先按E吧 一心子叶 感谢咱们这位大佬的火箭 今天又是 今天收到的第一枚火箭 大佬大气 大气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这辆比赛咱们又是耽误了时间稍微长了一点 看一下阵容 那么KG这边在第三次手拿出的是小小和双头龙 最后一手扳掉了一个大屁股 GE则是掏出来一个人马 那么最后一手KG拿出来的是伐木鸡 这个英雄应该说还是有点有点意思的 看来也是 放大招了 毕竟生死局 这真的是输了就回家的局了 生死局了 把赢的这个伐木鸡套出来 老G的虚空 老11的小巧 再加上赢的伐木鸡 那么GE这边是三号位的人马 继续是中单船长 因为毕竟是搬掉了这个黑鸟 不用担心有什么特别天敌的中单英雄 所以是选择拿这个船长 罚木鸡打船长的话 没什么特别大的优势 他虽然是可以无耻的利用自己的这个 无耻的利用自己的这个技能 利用自己的这个皮去欺负这些近战 但是船长不理你 反正船长就踏着手去补刀 我好像被我儿子给阴了 他今天在我这屋吃饭的时候 把豆浆给撒了 然后我键盘底下豆浆他没给我擦 我说我这个左手怎么老时候有一股白色的黏黏的液体 我还以为我这岁数大了不行了 一闻是豆浆 这事闹的 大家别着急啊 我尽快擦完 真键盘冒奶 我尽快 问题是键盘冒奶 这闹冒的也应该是奶啊 这不应该是豆浆啊 这太 这也太凑合了 太救活了 这个也 别紧张 你这样没事 没有 昨天 昨天 今天 今天中午 他在我这屋吃饭的时候 给我洒的 我当时让他自己擦的 然后他当时擦的挺认真的 我还觉得他擦的挺好 结果这刚才解说的时候 老是左手一股黏黏的白色的东西 给我弄的也是有点 都不好意思说 哎呀 哦 感谢一心子叶大佬的十张办卡 这一大堆办卡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摸摸哒摸哒 咱们这位大佬 今天我又又 又有新的 可以增加一个 增加一个厉害的 防管啊 老板大气 好 我们见到比赛当中啊 这个比赛刚一开始呢 也是 说了好多这个 跟比赛密切相关的东西啊 那咱们现在说一些 更加相关的东西 可以下坡了 这场比赛刚一开始的 这个分路方面呢 KG是拿了下路的双服 上路的双服呢 似乎是没有去抢 GE这边是拿到了上路的双服 小精灵带人马的猎势路 那么中路是一个中单的敌法 然后把船长是放到了这个下路 敌法是打中单的 伐木机是打不过的 当然他自己可以补刀 当然这个应该也是 其实感觉也是为了防止 这个敌法师在边路遇见伐木机 敌法师要是边路遇见伐木机的话 就彻底就凉凉了 有很多的人会觉得 就是说我用敌法师 把这个伐木机蓝砍光了 伐木机岂不会变得很蠢 对吧 肯定是能够完爆伐木机 但是事实的真相是 这个我之前其实也有很多 在很多期节目当中给大家说过 事实的真相是 敌法师把伐木机的蓝砍光了以后 敌法师还是不能补刀 因为他会被这个 伐木机不停的去用平A去耗血 然后呢 伐木机依靠自己高等级的这个被动 去凤凰的回血 然后你敌法师没有蓝的情况下 你又砍不动对方 然后就会变成一个常年满血的伐木机 骑在兵线上面 只要你敌法师敢上来 我就A你 就变成这样的一个结果 所以敌法师去对伐木机 如果是对单的话 还是会被这个伐木机打爆 啥时候我能被挤出总绑前十 大叔就火了 快了快了快了 哎呦这波漂亮 这个狮王这波操作怎么想出来的 这是死血冲在脸上 我愣了一下 你知道吗 我愣了一下 然后这个狮王紧接着 就是一个 一个腐朽加一个试魂 直接把这个残血的伐木机给秒了 感谢谢氏兽王紧601的两张太空旅行卡 莫不大 这波真的有点厉害啊 这个怎么想出来的这个操作 我完全没有想着说 他会杀这个伐木机这一下 结果就一愣十的功夫 这边这边击杀已经完成了 当时他那么点的血线冲上去 怎么都给人感觉是去送死的 这边还给敌法师带了个大药过来 好像看着 小精灵在上路 小精灵带人马两个人去打这个 虚空加双头龙 非常非常轻松 虚空跟双头龙基本都是白给 根本就没法跟这个人马兑现 小精灵加人马本身也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组合 而且小精灵带人马还不是没有用 就是在游戏的中期团战或者中后期团战的时候 人马可以不用自己出一仗 这个要死 要死 要死 这个大药赶紧刻出来 在里再吸一口 发木机这个地方真是危险 这里下落小小的一个山峰给上以后呢 冰龙飞起来 这个地方是要强杀对方的船长 这个是有机会的 有机会的 下一个技能 小小这边身上有芒果的 一拳都直接锤死 nice 将到了11是拿到了一个下落船长的人头 中路的敌法师目前补刀是15-5 发木机10-4 发木机这样比赛被对方的狮王骚扰的有点略惨 冰龙挂人是挂不住的 他如果真的想过来拿一个人去跟这个 对方的狮王互怼的话 应该拿双头龙过来 双头龙前期跟你耗血 他是耗得过你的 毕竟双头龙的耗血 他是一个零损耗的一个耗血 对吧 他的液态火这个东西是一个零消耗的技能 这发木机在中路 目前发木机这应该是二级的皮 二级的皮攒满了的话 回血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冰龙又是回到了中路 但是冰龙 冰龙是真的挂不过 这个对方的狮王 石王这里又下路跑过去去控这个 神符里了 但是冰龙跑得好像快一点 漂亮 冰龙是利用自己身上有鞋的这个优势 比对方移速要快 顺利的抢掉了这个神符 上路这块还差一个平A 呦 大哥的双头龙这边还浪费掉了一张TP 血亏 这样的话活了以后只能走回到线上 上路的驱风又有一点时间 要被压制了 目前这样比赛 KG在前期做的比较好的是一个人头上没有落后 没有落后 第二个呢就是对于船长的这个压制做的还比较不错 至少老十一这场比赛能起脸了 老十一的起脸是很关键的 感谢CocoLoga的办卡 非常感谢 这里小精灵是空了一个赏金神符 然后再向上路接着去配合这个人马去杀 哎呦 这脚踩 这脚踩真是有点有失水准 人马这个地方过来卡一下位 这里还要追吗 你这个再追你自己要小心啊老吉 你这个跳可用完了 老吉在这波追真的是把自己追的血亏 自己掉了好多血 对方小精灵这英雄反正慢慢回就是了 人马更是不用担心回复的问题 下路小小要死 小路小小要死 小路小小 这还差一个棒子没打死 人马在上路则是击杀掉了对方的双龙 双龙最后还是难逃一次 这样比赛上路人马如果出一个向位鞋的话 这个双龙没法打了 只要你上线你就要死 根本就没有任何逃生的可能性 就人马只要开着向位鞋冲上就一脚踩住 然后呢一开皮一顿平A 后边小精灵把溜魂一开 虚空自己没有救人和反杀的能力 他最多就是能耗一耗对方的血 除非你一个平A打出来一个被动 然后被动连续触发被动连续触发被动连续触发个好几十次 那你是可以秒人的 但是这个东西是不是也太玄幻了 毕竟我是一个注重科学讲解的主 罚 罚目几张比赛在中午目前补刀是23-8 被对方的这个狮王真是全程在挂呀 好难受 敌法师这边空了一个幻想神符 拿着这对方分身过去把你这个蓝量一直保持在一个空蓝的状态 下路 这里船长的这个水位置给的还是不错的 这里原地开个船 撞到对方的双动龙 自己身上挂个船游 再给个水刀 不过伤害不够 被对方三个人完成了一波击杀 但是这样的话上路也就暴露了只有一个人的那件事情 这里再过来 一个大锤柱 一个小精灵 但是伤害好低呀 打不死打了半天 这里人马开始改主意了 我要去杀你的双动龙 小精灵被打死以后人马这里还在追 我去这个输出啊 这个输出啊 这波之所以虚空没有死 减回一条命的原因是因为人马身上的皮的层数低只有六层 人马刚才身上如果是13层皮的话 这个虚空早就死了 这里一个平A 把这个塔直接A掉 虚空这边一点半步都没有 现在经济方面 人马是4200 排在全场第一 虚空现在是只有全场第四的经济 而且已经是掉到了第三集团 几乎可以说是 八分钟的神服刷在了下路 是一个奥术 这里敌法师追上来 不过砍这也没什么意思 你看这个就是敌法去砍这个伐木机 你把他蓝砍光了以后 然后你再去砍的话 你基本就砍不掉他血了 这个双龙龙吃掉以后直接飞起来 然后假装自己在看别的地方 在你马上吃到的一瞬间 我把这个符抢了 变成飞龙行代 耗一耗你的血 那树大树我爱你 谢谢支持 现在人马的经济4600 小小的经济现在反超了敌法师 来到全场第二的位置 中路的这个伐木机 你看这个伐木机 这伐木机现在就是一副臭龙王的样子 滚刀手 反正我也没拦 我也不想杀你 我也杀不了你 但是你也别想杀我 双龙龙过来给上一发减速 给的还是很关键 后边冰龙再给上一个技能以后 小小的第一波进攻 小小这波进攻 一定要注意 这波小小进攻要是死了的话就没了 这场比赛就很可能就这一波 就进攻就没了 还好 还好 这一波是人来的比较齐 再加上小小确实这个阶段比较硬 那么顺利的击杀掉对方的一个失望 小小没有什么损失 这样的话KG在前期人数数是领先了 对方一个 但是经济方面目前还是红星领先这一千加 跟上路少一个塔也是有关系 相比赛现在人数数来到了5比4 马上10分钟 10分钟的神符 10分钟的神符 这波KG赚了 估计拿了三符应该是可以 KG拿了一波三符 这张比赛到目前为止 对于KG来说最好的消息 莫过于就是对方的船长不肥 船长不肥也就意味着 对方现在没有什么靠谱的节奏点 人马虽然很肥 但是人马这张比赛的装备选择 断断施项射位鞋双裤 然后先去出一个G片 先去出G片 也就意味着他的跳刀要很晚才能做得出来 所以他是没有节奏点的 船长的节奏点是他们主要的一个进攻点 但是船长现在由于等级不高 日子过得也不好 装备也不行 经济也不好 所以他现在没法出一代节奏 还是要先补 这样的话KG就有一个喘息的机会 这块虚空直接一个大招照住 这里打出一个被动 直接秒掉了小精灵 然后再开始去捶这个人马 人马这个位置就是被对方四个人围剿 KG的这场比赛 虚空的这个两次大招的效果都还是打出来了 起码两次都杀了对方的小精灵 小精灵多死两次挺好的 因为杀几次小精灵让他的等级升得别那么快 这地法师还是非常稳健 他刚才制作也没有补这个远程兵 是因为他第一刀上去以后 这个远程兵的血量还剩了一半多一点点 他第二刀上去这个远程兵不会死 这发音机一直不走 就是想在这反补的远程兵 人多数来到7比4 KG现在经济反超 断了一下这个人马跟小精灵的节奏 还是很穿健的 接下来就看KG里边怎么把这个节奏给持续下去 这块船长给人一个插船水三连 人马这里踩一脚双人剑 再加水刀一个平A直接带走 这波虚空现在是没有大的 上来锁了一个CD 锁了一个CD的话也还好 要追吗 对方后排是有失望的 小小不在的情况下 这个时候不要追 没有足够高的输出 虽然伐木机来了 但是伐木机目前的这个蓝量不够 现在经济方面来看的话 KG还是可以接受 小小的经济排在全场第二 跟对方第一名差了600多块钱 不到700 然后呢 虚空现在排在全场第三 比对方的全场和这个敌法都肥一点 就是伐木机惨了点 伐木机这个经济是略惨点 只有3500块钱 还在六个大哥里边的末尾 有观众问四只脚走得最慢的是谁 四只脚走得最慢的英雄 应该也就是大屁股和萨尔这一系列了 萨尔的移速挺慢 然后大屁股移速也不太快 萨尔的移速也不太快 萨尔的坐骑 萨尔的坐骑 我想想啊 萨尔的坐骑 是所有的都是两条腿吗 我还真不记得了 这边敌法师 能走掉吗 一个不定个走一下 虚空跳出来给一个锁CD 这里敌法师开始在里面绕 这个锁CD的时间 人马开个大 掩护一下 冰空一个大留住 这样的话就应该是死了 小小的技能也CD赚的差不多了 扔起来落地直接摔死 这样的话 拉断一下这个敌法师的节奏 这里船长插船水三连 再加人马的轰光输出 带走了伐木机 虚空跳过来以后的一个大 又是罩住了这个小精灵 三个大全都是用来杀小精灵用了 这小精灵一个连线 是连到了人马身上 接着跑 人马这个地方 因为身上有香味鞋 可以带着这个小精灵 给小精灵加速 这样的话 冰龙应该是想上来 给个碎类冲击 要注意走位 但是这块小精灵 已经是贴上了骨灰 再加上控到了一个 高露神服 这波没有死 不过另外一侧 老十一的这个小小 也是利用自己的引刀 找到了一个落单的 狮王完成了一波单杀 这样双方的比分来到9比6 这场比赛KG是领先着三个人头 但是经济方面又被对方反超了 又被对方反超了 不过老十一的经济 现在已经追上这个人马了 这里插水 拉回来以后人马一脚踩 接上以后双人剑 一个水刀 这波老十一直接跳走 这个小精灵送了 这波 小精灵这波肯定是送了 老十一这边直接一下就给带走 一下直接带走 船上这边原地 直接开一个船 这个船其实位置 给的已经很不错了 但是对方的输出有点高 这时候KG的集合 非常的到位 看看这能留住吗 冰龙一个大留住人马 nice 再多杀一个 小小扔起来 落地一套爆发 nice 这个伐木机这个阶段的 输出终于起来了 那么经历过这一波的 这一段时间团战以后呢 KG现在是12比6的 一个人头数领先 但是团队经济 仍然没有优势 这个团队经济有毒呀 但是这个团队经济主要没优势 还是因为酱油的缘故 倒不是因为大哥位的经济差 大哥位的经济 其实现在小小已经跟这个人马 基本持平了 而且小小他的经济增长 还是比人马要更加稳健一些的 这里又是顺利的击杀掉了一个 狮王 又是拿到了一波收入 人马现在的装备是双户二 加上一个技品 然后开始去出跳刀 他距离自己的跳刀差的也不是很多了 团长这个地方利用自己的水 加上利用自己的标记上来是 水加水刀清兵线玩 不过即便如此 这场比赛我仍然不是很看好KG KG在优势局 他的这个主动进攻很成问题 这会儿冰龙一个大 然后直接选择是一张TP 但是船长给上了一个插水 还是没有走掉 最后船长的一个水刀 直接把它带走 就是KG这支单队 就算是在优势局的时候 他也特别容易脱 打得很容易很脱 这边敌法师再一个blink 他是直线blink的 直线blink的 直接往树林里面走 然后再往上面绕就安全一些 别往下面绕 往下面绕没了 这你 这敌法师 这边往下面走肯定没了 这无论如何是要往上面走的 这样双方的团队经济呢 KG终于是领先了1000块钱 14比7 超过对方一倍的人头数 这边要看 超过对方的 直接沾出 看看这套比赛接下来的比分 这个接下来的一个剧情 这个RK选择的是开悟往对方侵略对方的野区 侵略对方的野区 看看这个侵略对方的野区的效果怎么样 这个进攻的方向并不是很理想 进攻的方向没有找到人 只能是下来去推顺势推一下下路的二塔 而且目前还没有插眼 还没有做插眼的工作 上路红星这边的一个经济 现在是让敌法师慢慢在补 然后人马和船长进来打盾 这个是不是 这个有点不太科学吧 你们这个打盾的速度超级慢的呀 这个真的超级慢的呀 这个打盾的速度 不是这个 这难道这要让他偷下来吗 这个高地都没有人管 还意识不到对方在打盾吗 哎 高地都没有人手意识不到在打盾吗 我的天哪 这个盾让对方偷的 这个有点憋血 而且下路也并没有去逼对方的高地 感谢竞技宝大佬的火箭 莫莫达 竞技宝大佬还是6啊 这里人马过来撞一下 看一下这里给上一个技能以后呢 这里人马要注意一下位置 人马要注意一下位置 人马赶紧往回走 这时候踩一脚船长给上一个船 这个船的位置好像有点好 这个船的位置有点好 不过还是没有救下来 这个人马 还是被打死了 再次感谢一下咱们竞技宝大佬的火箭 竞技宝大佬的火箭 竞技宝大佬的火箭 太稳了 这边小小又是找到了这个敌法师 敌法师这样比赛 敌法师这样比赛 也不是一般的赌博 还说可以下波了 还说你拉到广告了 反正竞技宝牛逼就对了 现在双方的比分17比8 这场比赛KG 是领先了3000加的一个经纪 这场比赛敌法师的装备 选择是狂战已经出来了 然后准备去做担当 现在小精灵这个英雄 这一船长 那一个水没有中 人马过来一个跳材 给上虚空 又是先找小精灵 很明确啊 这个目的 这个目标很明确 这个地方是拿船游救一手 船游救一手以后 没有杀掉 但是狮王在后排被打死了 狮王被打死以后 看看这个时候 过来开始集火这个人马 这个人马接波 很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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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走掉 敌法师在后面 找到了卡师傅的冰龙 完成了一个击杀 这个时候小小直接起脸 秒小精灵吧 没秒掉 这个地方有点坑 这里插水 给打起来以后 敌法师的扛不住 被打出来 一个被动冤 一个不利一个赶紧走 小精灵连一下 小精灵连一下 这里赶紧把这个敌法师买回来 KG这个 这波的进攻呢 是 还有没有机会 再扩大一下战果 对方的狮王 这个时候已经活了 但是人马不在 没有人马在的情况下 红星的这个控制和爆发 目前这个阶段 还是有点不够的 看看这个时候 狮王头龙给上一个冰墙 小小一套技能 打到这个小精灵身上 虚空已经开启了 BKB过来 人马这里开大 强行把小精灵救下来 这根老鸡要该走了 老鸡这根要走了 身上BKB要结束了 看看能不能搭掉这个船长 船长还没死 这根人马一条踩 踩中以后 这个虚空被打死了 虚空被打死以后 这个时候船长交入山盾 船长交盾 站起来 第二次 再去留这个伐木机 迪瓦尸马上追死 大克的双头龙 还差一刀 这个时候再给上插船 水三连 伐木机这时候还没有死 迪瓦尸在哪 迪瓦尸在哪 这个时候狮王已经再一次 被对方的伐木机给切死 赢了伐木机这场比赛 这波团战输出绝对拉满了 不知道多少遍 这块船长想要留人 但是没有留住 被冰龙的大招 搭中了以后 迪瓦尸这里开开自己的皮 想要去反杀 但是没有成功 这波团战KG打的血转 小精灵带着敌法师 再过来去收割 能不能杀掉赢这个位置 这个时候有大吗 敌法师 敌法师还没大 这个地方又是给上一个冰箱 抬一手 这个血量回上来了 非常非常的多 小精灵这里接着 带着敌法师往上追 还能不能追上 能不能追上 这个时候小精灵感觉要没了 小小开着引刀冲上来以后 两连机 加一个V 但是没有T 没有T 后排的小精灵扛不住了 被伐木机带走 那么这波狮王再一次 活了过来 回到了战场 狮王这波团战死了两遍 第三条病都回来了 最终这波团战的结果呢 是KG一波二换四 加上对方这个船长的肉山盾 打的还是非常的转 人头数来到了24比11 经济方面领先了5000加 但是有意思的是 这波团战打完了以后 敌法师的经济是 反超到了全场第二 反超到了全场第二 而且刚才好像还有一个人死了两遍 小精灵好像死了两遍 小精灵死了两遍 然后这个 狮王死了两遍 人马这边过来给上一脚跳踩 看看这一冰龙给一个大 然后这里是选择敌法师 这一个过来跳过来以后 一个大直接把这个想要TP走的冰龙给带走了 这块小小VT二连给了一套技能 以后人马这里开打的是完美冰墙 冰墙的位置给的完美 人马这个地方是被风筝吹起来以后 小精灵居然选择连的是人马要飞回去 要带着这个人马飞回去 这个地方飞回去了 飞回去以后敌法师能不能跑得掉呢 敌法师在树林里面开溜 直接选择着一张TP踢到了下路 那么这一波是让红星找到了一个机会 偷到了一个冰龙 那么敌法师的经济顺势是反超到全场第一 全场的经济目前只有9000块钱 不过距离这个伐木机和虚空的差距并不是特别的大 现在双方团队经济KG是反超了4000加 小精灵的等级目前13级 距离15级还差两级 还在一级多实际上是 看看这里小小过来以后没有真眼这段时间 小小其实很早就做出来了自己身上的这个引刀 但是他一直没有带真眼 对方没有真眼的话 这个小小也是到处去搞事情 敌法师跟人马这里是抢了一下下路的神服 25分钟的神服双方还是各自控两个没出现太多的意外 这里KG在上路插了一个高台眼 看来也是有进攻的打算 野区也是在这个远古野的位置做了一个眼 双方的团队经济呢又是回到了4000 虚空现在是封脸加上一个BKB 那么敌法师是双刀加上这个狂战加上分身 小精灵身上有一个梅肯 船长身上也做出了B章加上BKB 人马现在是有跳刀加上双户二合技品 还是比较硬 整体来说还是比较硬 小小目前身上是引刀连击刀 然后准备直接去做强袭 这个虚空的大师照住了小敌法师 但是敌法没打死这个位置 敌法师扛了无数的输出 后排的冰龙被秒 秒掉以后敌法师反身回来 人马开大追着这个虚空在锤 虚空这个地方没拦了 虚空没有拦了 没拦了老鸡的这个虚空 跳不走 这样子是被对方反过来以后 留住两个人 这里船长给上一个插水 留住 小小回落战场以后 一上来就直接秒掉了这个小精灵 然而是把敌法也给秒了 敌法跟小精灵两个人传到前排 被这个小小跟伐木机两个人蹲了 这个地方又是杀掉了一个船长 风杖又留住一个狮王 KG这波团战打的血转 再带走对方的一个狮王以后 只剩一个人马 人马这个时候跑到上路去 跑到中路去带线了 小精灵刚才带着敌法师 两个人飞过去以后送了 这两个人送了 这场比赛老十一还是顶住了这个局势 要不要开打房啊 这边 没有开打房 没有开打房的话 中路的人马推了一波以后 KG是开了塔房 这样啊 小小跟伐木机两个人 这个拆打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敌法还有十几秒 船长也还有十秒钟 狮王也快活了 这里人马准备去后排留人 有没有反应 没有反应的话 这个小小没法留啊 这个有没有反应啊 有反应才能留啊 这个撒粉 撒粉 这里给标记 但是小小直接原地的反身一个VT 打一套 被罚不及上了以后 一个死后旋风把人马反杀了 这里敌法师因为第一时间没有赶到战场 那么这个地方他过不来 伤害不够 那KG这波可以直接上高了 可以直接上高 把对方推平了 这波 KG这场比赛打得真是不容易 真是不容易这场比赛 成功的去打掉对方上路的高级塔 而且现在拆打速度很快 直接拆啊 直接拆啊 不拆了吗 不拆了吗 你现在 你五个人大招都齐的呀 哎呦 为什么不拆呀 你五个人大招全的呀 对方人马还没有活 这不科学这个 这里小角VT扔一下 小精灵还是没死 再扔出来一棵树 小精灵毕竟这个时候 他身上一直也是在撑肉 人马有了他15级的天赋以后呢 开出来的一个一张大 也是可以帮他减伤 刚才那个位置没有人去下 都在高地上 刚拆完高地塔 没有下高地 没有偷打保护的 有没有兵线都能拆 敌法师在下路 还是在缩着 在缩着这个地方 再过来去断一波线 断一波线 带一带线 上路 自己其实是没有视野 敌法师这个动作 风险挺大的 实际上 这场比赛 因为KG的阵容 是冰龙和这个 虚空的双无视魔免团控 所以这个敌法师 也没有选择去出BKB 这时候KG选择过来打盾 还是力求稳健的一个做法 敌法师的下一件装备 选择出的是蝴蝶 先更新一下蝴蝶 增加自己的输出 然后再去尝试去出什么 晕垂之类的东西 增加自己的一个输出环境 和击杀对方的可能性 看看这块人马 这里人马赶紧跳走 冰龙一个大 直接定住小精灵 看见买活 小精灵现在有买 小精灵现在有买 直接被秒的话问题不大 给卖就卖 这马也赶紧选择车队 不去摊这个神符 藏在树林里边 因为毕竟跳刀还在CD 上路的神符呢 是老鸡控了一个 这样双方的团队经济差 一瞬间是拉开到了12000 从六七千一下 拉开到了12000 这波带盾总可以上高了吧 虚空 老鸡的虚空带盾 还是不上高吗 看到这波 虚空的 哎呦 虚空这个大 没有大助 没有大助对方 还被打赏了一波 敌法师 跳过这枪 偷鸡 没有成功 没有成功 赶紧一个 不离个开溜 小小在下路对方的野区 家里面刷了飞起 经济方面 目前敌法师 小小两个人差不太多 伐木机紧随其后 虚空现在是差了 有3000块钱吧 不到 这个差距 船长现在的经济 还是比较差 这样比赛的输出点 稍微少了一点 这个GE 小精灵这个英雄 现在这个版本 之所以不是那么受宠了 也是因为 带小精灵 就意味着自己 肯定是要缺一个输出点 所以这个损失 还是比较大的 GE这个时候 看看敢不敢出去 去找机会打吧 他们这个时候 如果一直这么怂着的话 双方的经济差 只会越拉越大 敌法师这个时候 应该是要出去 买自己的蝴蝶 他现在留买活的价值 不是特别大 KG里不是开悟 在对方家 上午也去了一波开悟 虚空的下一个大招的 CD还没有赚好 这个时候直接选择 上来去强拆 有卡房 要不要提前开一下 还是 这个卡房开的时机 好像感觉不是很好 虚空还没有回来 虚空还是在下 这个不是虚空 是敌法师还没有回来 敌法师继续在下路带线 船长给上一个插水 拉一下这个小角 小小这里对手给上一个推推 往回救一下 人马过来一脚挑材 踩两个 再吸一口 再给上一个试魂 这里船长给上一个插船 一套技能 对方是一个威光 加冰箱 硬抬这个老十一 敌法师则是在上路 在这个下路的高地 跟对方换塔 这个地方老十一 吃了奶酪 偷打保护出来了 偷打保护出来了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不要打了 船长这里选择是开启了BKB 强留这个小角 威光披风 给一下人马开大 敌法师已经把下路的 高地塔给拆掉了 这个时候虚空回到了家里边 冰龙一个大 大住了 是船长吧 这个大住了 大住的是人马 小精灵这个时候选择了买活 敌法师赶回战场 赶回战场 开始准备收割 看看第一个目标攻击的是 对方的双头龙 双头龙选择是威光披风 先抬一手自己 这个时候伐木机 伐木机又是杀掉了一个船长 但是船长和小精灵 就两个人双双买活 再往前追 再去追这个双头龙 双头龙被敌法师完成一个收割 那么现在是死了双头龙 加小小两个人 这波亏了 这波亏了 这波是敌法师成功的 带掉了下路的高地塔 磨掉了远程兵一部分血量 然后呢 这个虚空是没有能够 去留住这个敌法师 然后自己回家以后 也是导致正面战场的一个溃败 好在伐木机已经做出来了扬刀 好在是已经做出了扬刀 这波过来以后扬刀扬住 这个虚空一个大 直接大住的这个是谁啊 人马吧 不是人马 是敌法师 打不动这个敌法师 敌法师这里又不应该走一下 小精灵连上以后开扬过载 确实 敌法师这个时候有蝴蝶也是比较硬 虚空现在身上做的是大雷锤 还没有MKB 面对对方的蝴蝶还是有一点乏力 现在双方的比分来到了32比17 KG现在领先着1万1的经济 那么这一波开悟 这波开悟这个神符要吃吗 人马是把这个神符选都给吃掉了 并没有留着这个神符 船长应该是在中路 这个上路要碰晓晓 上路要碰晓晓 人马一脚踩 敌法师上了一顿切 直接把蓝打空了 这个时候小小赶紧开启一个圣坛 对方这个时候还在切他 再给上一个双人箭 敌法有大没有 敌法不想把大给他 敌法还在追着 还差两刀应该是 两刀 最后小精灵拿到这个人头 双龙龙开这BKB 把对方吓跑 这个地方不错 这个冰龙龙大给的很nice 这个冰龙龙大给的很nice 但是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定住不动了呀 为什么刚才所有的人都定住不动了 这是被什么东西断了的时候 我没看清 这边有点瞎 看一下能不能把敌法师救下来 敌法师救下来以后 虚空这儿是开启了BKB 船长这里一个船撞过来 并没有撞到人 不过给自己的对手加上了船游 是被野怪踩了吗 刚才那个位置 我看完这波团以后 我待会得看一下那块的野怪是什么 这里一个风杖吹起来以后 赶紧开溜 这不是没有留住人 刚才那是一个人马的野怪吗 还是 是这个家伙吧 应该是刚才被他一个 一早踩了所有的人 踩了所有的人 然后这个也 然后没有人去输出这个小精灵了 这人马这一脚又 人马这一脚踩真的 眼看着就要打死了 然后所有人站着不动了 这样双方的团队经济差被 拉回到了一万 现在小精灵身上是微光 加上一个梅坎敌法 选择做了一个冰眼 继续去让自己变得肉一些 并且他刚才发现一只留不住人 他的留人的方案 没有选择去出这个大雅晕锤 而是简直做了一个冰眼 用冰眼来留人 现在KG这边经济方面来看的话 敌法现在领先着 3700块钱 超过了这个KG的第一名伐木机 不过伐木机手里边的这把杨刀 还是有机会去搞些新的事情出来的 红星这边应该是开悟的 这看起来应该是一波五人开悟 一波五人开悟 找的方向 这个夜眼军在那儿扫了一下 自己家脚下的这个入口 没有扫到人 这个时候两边都没有在对方的视野范围内 那么中路做一个眼 这个时候只看到对方的一个伐木机 但是先秒伐木机是不科学的 伐木机这个时候你要上去 集火伐木机的结果 就是被虚空大一群 冰龙大一群 然后就没了 这个地方看到了对方的双头龙 破屋以后直接开溜 敌法师这个地方在干嘛 敌法师这个位置在干什么 敌法师还在这个地方在浪 敌法师这里开一个皮 没有让小小第一时间用出头智来 然后小小是拿到了这个恢复尘符 敌法师也是开启了分身符 然后直接往回溜 往回溜 这里两个幻象直接把虚空蓝打没了 小小身上带了一个魂剑 背了一颗魂剑 敌法师现在两万三千八的经济 伐木机是一万九千八 差了四千 但是船长现在的经济还是不行 船长跟人马经济差的有点多 有小精灵在的情况下 可以默认人马身上多四千二经济 这样的话人马的经济 现在实际有效经济 应该是一万五千多 接近一万六 因为他有小精灵带着的一杖 我敌法去下楼再去带一波线 现在KG手里边没有盾 这波就更不敢轻易去上去进攻了 这些天灰是扫了一下 扫到了对方在这个肉山这块有人 但实际上对方并没有打盾 对方只是从这路过而已 狮王过了 狮王这个地方被扬刀扬住 能不能秒他 没有人上 没有人上来去激活他 但是这个双还是很危险 双这里开大 吸一下 把自己的墓碑立在前面 船长这个水中了 敌法师上来开始切 这些风杖把自己吹一下 后排被人马断了 后排被人马断了 这里冰龙一个大 又是强行想把这个敌法师救下来 但没有成功 这波超神的杀戮被中间以后 小小被第二连打到人马身上 船长开启BKB 拿笔章逃生一下 敌法师又在后排切死了双头龙 Bling上来以后 开始去找老十一 老十一开紧刀 这里队友再给上一个威光披风 敌法师直接开启自己身上的壳子 这波是完成了小精灵的一波 一换二 而且换掉了伐木机和双头龙 最关键的在于 给了敌法师一个超神的人头啊 这一个超神的人头900多块钱 敌法师一波团战 挣了1440块钱 这经济瞬间被拉回到了7000块钱 现在虚空身上的输出装也是更新的不错了 其实现在MKB加大雷锤加封脸三个装备 再加BKB提供的输出空间 其实他现在输出不低了 按道理说 这块看见了一个小小 这个小小 这个小小是 这块被打一个被动晕出来以后 老十一这又被打了一个被动晕 没有蓝了 没有蓝了 完全被卡在这个树林里边 出不去 开着BKB被砍死了 对方敌法师身上有冰眼的 这小小100秒的复活时间啊 肉山已经刷了 这个时候红星可以过来 每滋滋的打个盾 小小不在的情况下 KG如果想打肉山团 就只能依靠双龙的大 跟虚空的 依靠这个双龙冰龙和虚空的大了 但是虚空现在没一大 双龙有大 双龙这个位置 有没有人提供视野 先把你的眼拔掉 把眼拔掉以后 但是你拔眼的时间 对方已经把肉山打得差不多了 肉山打完 带奶 带刷新 刷新可以给人马 刷新可以给人马 不给人马吗 人马现在有A仗双大的 给人马 或者给狮王双墓碑也可以 给人马了 人马现在有 这个小金莲人的A仗双大 狮王也可以选择 去这个 拿一个刷新 然后立双墓碑 自己再想办法上去送死 出三墓碑也可以 三墓碑的话 KG这个阵容打起来很吃力的 虚空刚才这个胆子是真大 虚空刚才居然是敢从这个高地上面跳下去吃这个双倍神符 这要是对面人在这个附近有人蹲着的话 这虚空这波又没了 看看这个双倍的虚空有没有机会 现在毕竟已经是三万敌法了 三万敌法 三万敌法还是 是对方的翻盘点的 其实刚才真的老鸡那个虚空那么着跳 就吃那个双倍神符这个动作 我个人真的觉得有点 有点问题 那种位置就是说 在职业比赛的这种强度下 你这种情况一旦被对方蹲了 就没死还好 但一旦死了 你这个背锅背的可就不是一星半点了 敌法现在身上也就是多了一个大晕锤 假腿直接放包里了 反正有blink 2600多血 41点护甲 有很高的魔抗 有分身 可以解debuff 然后有壳子 可以挡对方的点名技能 而且最关键的是 现在你要去挤火对方的敌法师 对于KG来说 想挤火敌法师 你挤火的第一波 人马开个大 挤火第二波 小精灵开着过载过来 挤火第三波 船长的船游已经挂上了 你想挤火第四波的时候 人家第二个人马大已经出来了 这里扫描扫到这些人了 敌法师这个时候可以考虑直接上去卖吗 还是吸引回来打 敌法师这边应该是选择把对方吸引回来打 师王从侧面过来以后吸一口 往上立一个墓碑 看见所有人 看见了所有的人 这波是 敌法师直接起脸 开分身 看看第一目标找谁 找的是这个虚空吧 没有被变阳了 人马开大 先找冰龙 他想秒冰龙 这个冰龙秒掉了 没秒掉 冰龙反身 搭住一个人马 非常漂亮 但是小精灵开始过载 连着人马的 虚空这个位置开始输出 虚空一个大招住 先杀一个人马 再杀小精灵 nice 人马小精灵双双百活 小精灵直接传过来 连着敌法 敌法还没死 还在扛这个地方 冰墙截一下 冰墙出来以后 这个敌法师 这波应该是没了 这波团长打赢了吗 有没有机会 有没有机会 敌法师站起来了 马上就要 这波人马马上被秒 漂亮 双龙龙又是一个冰墙 加上双飞盘 这波再给上一个羊流柱 这个敌法师还差一下 能不能打死 没打死 船长在正面 又拖了一点时间 虚空这里还在绝 这波团打赢了 这波团打赢了 船长这个地方 给上一个原地的水船 船长接上一个水刀 但是没有换掉 对方的双龙龙 这波团战打赢了 打赢了 这个地方赶紧 把他墓碑拆了 墓碑这个虽然生化危机 数量很多 打了很长时间 但是这波团战 有意思的是 虽然打赢了团战 但是双方的团队经济 并没有因此 拉近太多呀 这波是把红星五个人 小精灵和人马 各杀了两遍 再加上敌法师的一个盾 等于杀了六个人 加一个盾 几方交掉了三个人 两个买活 这时候船长再买活 狮王还有十几秒 估计狮王可能不想买了 狮王可能是不想买了 这波经济拉开了 把兵线带过来以后 双方的这个经济拉开一点了 敌法师跑到下路 去带了一波线 敌法师身上有 哦 有TP 敌法师身上有TP 这个时候敌法师 准备回来了吧 这个应该 这个地方是狮王上去 直接去送一下 开绿杖 然后把墓碑插出来 两个墓碑立起来以后 敌法师回来 这时候大晕锤 晕住 开分身 一顿切 又是被对方的一个微光 给挡下来 这个反隐 这个问题 好像有点略严重啊 你们这帮家伙 一群的小僵师 还在往前追 这个时候应该是 红星应该不会再追了 狮王又是死了以后买活 对于KG来说 已经足够赚了 这波团的结果 已经打得足够赚了 这波上不去 很正常 因为上一波之所以能打赢 是因为他们 对方人少 但是对方的人数 只要跟自己一旦差不多了以后 这个正面团 还是很难打得过 刚才那波团战 已经是冰龙完美大 然后虚空完美大 伐木机完美大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们才勉强去打赢了 刚才的那波团 但是下一波 你还能不能去打出来 这么多的完美团战的技能 这么多完美团的配合 这个就是个问题了 小小现在身上是 BKB强袭引刀连击刀 然后下一个装备 准备去出零中心了 增加自己的甩技能能力 船长 船长出了个刷新 我真是爆粗口了 船长出了个刷新 刷新什么呀 刷新水刀问他呀 刷新两个船 两个船两个BKB 应该是这个目的 人马是做了一个莲花 跳刀莲花加上忌品 这张比赛人马挺穷的 人马现在的经济 比这个四号位 PG的冰龙还要穷 这里大晕泉晕 船长水船 给上 对方是冰箱 加微光 抬一手 这口老师已经空蓝了 敌法师直接出来 狮王开着自己的三级大 直接顶上去 这里是买一条踩 再踩住这个小小 船长再给上一个水 不停的再拖 这也就真仗着 小小是真的硬 血是真长 再加上护甲高 然后再加上后排 有个冰龙 不停的冰箱 加微光 冰箱加微光全套上 几乎是等于无敌的一个状态 现在的问题是 我看船长多少级 船长25级 选择的是捡了这个水刀的CD 没有选择去加这个船队 他要是加船队的话 刷新六艘船也是挺吓人的 这KG这波是来干嘛来了 这是 啥意思 啥意思 这个 对方刚才就开了一个 狮王的大招 没开别的东西 就这么有自信的吗 船长给上一个插 水 对方一个微光 真眼插出来 推推抬一手 达木机两个飞盘扔出来以后 狮王在前面不停的去 这个A杖狮王的吸力量 注意一点 注意一点 不能让他这么吸 这个家伙现在吸一口实力量 不是开玩笑的 这个家伙现在吸一口实力量 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你当回事啊 打出一个被动员以后 这后排 这个后排是 这个冰龙的 冰龙的搭搭在敌法的皮上了 还是大莲花上了这是 卧槽 还有这种操作 你妹啊 这是大皮上了 还是大莲花上了 我肯定是 打在这两个技能 应该是大皮上了 他应该是大的敌法 然后大皮上了 因为如果大莲花上的话 至少你敌法也应该中 这个 这一看 这就是大的敌法皮上了 冰龙大敌法皮上了 伐木齐和双龙 纷纷买活 小小好像也买了吧 这应该是 小小没买 小小复活了 小小刚才没死 这是大敌法 但我还在琢磨 要是大莲花上的话 最起码你这边 也应该有一个 冰龙大的效果才对 大敌法皮上了 不过KG刚才在这波上高的同时 演做的不错 这个鸟出来的方向暴露了 现在这个红星这些人的位置 KG这些人知道红星人所在的位置了 现在是 但是肉山已经刷了 红星这边选择是从上面绕过来 然后狮王一个人在高低下面去吸引注意力 后边直接绕后 反隐在哪 反隐在哪 这里留一个双刀龙 漂亮 冰墙杰柱给上一个杨刀 双飞盘 再加一个风杖 不停的去定你 就是不让你追我 小小又是藏在树林里边 这个时候敌法师回来要打盾吗 应该是不能打 这个时候谁主动打盾 谁吃亏 他要是打盾的话 就是他自己一人打 然后自己的队友全都在外边 敌法这边已经又跟了一个撒旦出来了 完全放弃了鞋 吃了银月 跟了撒旦 小精灵身上准备出龙心了已经 小精灵身上都是大斧子戴在手了 等级方面现在是 有5个25级的 双刀龙也快25级了 小精灵现在是23级 双刀龙23级 冰龙23级 人马22 狮王21 不是刚才那波上高 为什么KG会一直无视这个A杖连着的狮王的吸啊 狮王的服酒 在A杖的情况下一次吸10点力量 对于力量型英雄来说 吸一口200多血上线就没了 你一共才两三千的血 那个真的不能不当回事的 那A杖小精灵连着A杖狮王的吸 是绝对绝对绝对要当回事的一个技能 很可怕 那个东西 现在敌法师4万多经济已经是水分比较大了 买活方面目前KG只有一个虚空可以买 冰龙差100多块钱 小小差900块钱 怕说小小买什么了 不留钱 买了一个零中心 强行把零中心做出来了 没有留钱 天赋上面 现在减了9秒的山崩 这样的话 山崩的CD只有3.75秒 3.75秒的CD 投掷只有8.25秒 确实这个CD是真的短 人马带刷新球的碎片 双人马的A杖大 双船长的大招 船长也有两个 刷新的两个BKB两个船 再加上狮王这边 现在身上是准备出 自己出一把A杖在 这个家如果自己出一把A杖的话 真的不能当回事啊 虚空的装备是把这个封脸拆了以后 合成了蝴蝶 下一个装备准备去耕大炮 现在身上的经济 虚空的总经济现在是25000 小小现在的总蓝量有1500 基本上还是可以打的 这里插这个 插住这个敌把师 插上敌把师 以后让敌把师 敌上来去强拆 又是一种非常恶心的套路 这里拆一个皮 直接打掉 这里要小心对方的风胀 这个地方一定要小心对方的风胀 现在五个人都有买活 敌把师这里接着 标记上来以后 开始给出戳 这个地方 得扔起来以后 拉回去 扬刀也给上了 再接着标记 把这波兵清一下 敌把师在这儿 反正后排这些人 就蹲着看就行了 船长给标记 然后敌把师 上去拆 这里一上来 就是挨了无数的技能 这里风胀吹一下 这个时候就是船长 需要注意一下 拉回来的时候 不要正好拉在对方 开这个风胀的时候 就可以了 敌把师被扬住 拉回去 这就是小小 现在是 这块给上 还是没有反眼 这个对方身上有一个黄盘 有黄盘的话 这里把敌把拉回去 人马自己跑回来 没跑回来 人马这个地方师被吹起来了 虚空一个大 照住小精灵 nice 人马放不出大 很关键 这个很关键 但是加上了船游 还是直接吹死 敌把师被冰龙一个大 留在了高地上面 这波操作很漂亮 留住不要让他走 这时候敌把师 还是一个bling出来了 虚空再往上追 一个山崩留住 杀掉了敌法 很关键 老鸡完成三杀 老鸡这波这个大招 给的nice 人马这波冲上去 有点多余了自己 安娜不住 寂寞的先还是冲上去了 那么这样的话 双方的经济被拉平 这波是打成一波零换三 守住了这一路的高地 船长的入山盾 还有40多秒钟就要消失了 这波可以追出来 这波可以推出来 推出来逼个买 可以逼个买 小小因为出完这个A帐以后 出完玲珑心以后 他的这个再加上25G天赋 其实主要是 CD太短了 敌法师不提前买的话 这个高地奥没哦 这些小精灵又是连着狮王 然后狮王不停的吸 你再吸一口 塔房有 不开吗 不开这个塔房 再交掉这个船长的 肉山盾 这塔房开晚了 不想让敌法买吗 这是 人均点子王啊 狮王现在5000多血 狮王现在5000多血 船长的一个船 转过来 对方是开BKB 墙拆 敌法不买可还行 这里再吸一口 已经5700多血了 5700多血 205的白字攻击力 这里再往前追 再接着吸 这里冰龙一个大 大住的是狮王 狮王表示无所谓 一点都不同 这里人马开大了 再往前追就没意思了 这个没买活 不过只拆掉了 等于只拆掉了一路的 这个高地建筑物 实际上 上路好像拆的左边 我记得是个远程兵营 58分钟被拆一路高地 而且是中路高地的话 影响并不是很大 因为中路高地路径最短 很容易带 但是刚才的这个 从刚才的这几次进攻来看的话 小小的一个山崩 对于敌法师的影响 还是非常大的 敌法如果不做BKB的话 他现在的这个输出环境 被限制的还是挺死的 现在没有到25级的 只有小精灵 冰龙 狮王和人马 这几个英雄 其他的全都到了25级 双龙龙到了25级 也是有点吓人啊 25级这个 他选择加了1.25秒的冰封 路径的持续时间 这样啊 这个技能变成了一个 3.75秒的控制 非常非常长的时间 敌法师这边选择去 出了一个撒旦 也是为了加30%的状态抗性 这样呢 可以让他被对方控制的时间 减少一点 小精灵 现在身上是有一个龙心 梅肯 微光加绿杖 还有一个奶酪 有一个骨灰 船长现在是大炮 强袭刷新BKB 虚空25级的天赋 选择是加了25%的 回到过去 让自己在正面硬钢的时候 可以变得更结实一点 这样比赛 双方又是打了 一个小时了已经 这种 螳光局 对独联体赛区来说 不是特别友好 独联体赛区的队伍来说 并不是很友好 而且现在虚空的装备 也基本上是六神成型了 下一个装备 虚空准备出刷新 双大 下一个肉身刷新的时间 马上可以得知 十分多钟的一个肉身盾 这个肉身盾要两分多钟 才能刷出来 那这样的话 对于双方来说 都还要再拖一段时间 就看两边哪边有闹心了 哪边有内心了 现在的问题还是在于 有狮王那边掏出A帐来了 狮王也没有留买啊 似乎 狮王那边没有留买活 差600多个钱 才能够钱买 但是没有留买活 直接自己把A帐掏出来 直接把A帐掏出来的话 就是防守比较厉害 进攻不凶 这个狮王感觉要被抓 狮王感觉要被抓死 狮王要被抓死 狮王被抓死了 狮王被抓死了 这边是杨卓 敌法师直接去切后排 这个时候狮王变大 这个时候所有的人 都在控这个敌法 敌法开自己的壳子 再往前找双龙 双龙风筝吹起来 船长一个船撞过来 并没有什么效果 这里敌法师 还是找不到人输出 不停地在被对方扣 这里虚空一个大控住敌法 找到敌法的本体 给上一个羊 接着输出 直接带走敌法 漂亮 敌法第一条命被带走 而且到目前为止 KG没死人 小小过来 再被第二连打一套 狮王看看这个地方 还要吸吗 敌法师选择了买活 但是小精灵被打死了 小精灵没有买 小精灵没有买 船长这里再开BKB 再开一个船 撞过来以后 敌法师现在有点打不到人 在这里开皮 打出一个被动 杀老鸡 又是一个山崩 定住就是打不出来 冲上来以后 又被变了一个羊 没有BKB 没有林肯 这个敌法师很尴尬 这里一个大直接带走了虚空 虚空124秒有买 冰龙被切死 100秒有买 小小这里开了一个绿杖 还剩一丝血 这里敌法师又是切死了 一个双头龙 双头龙是122秒有买 小小最后的是 被船长给收掉了 还是被这个狮王给收了 被狮王收掉的话 是90秒有买 那么这波团战最终的结果 是打成了一波二换四 敌法师是买活的 敌法师的买活 加上小精灵 换了KG四个人 不过好在KG的这边人 都有买活 好在是都有买活 这样的话还是上不来 这个高地是你推不过来的 因为你敌法现在没有复活 没有买活了 狮王从多到尾 吸了不知道多少力量 狮王从多到尾 不知道吸了多少力量 还是这场这波团战 从开始就在不停的吸 一直吸到这个 这波团战结束 都有买活的情况下 红星是不可能去进攻的 因为现在这个阶段 谁有买活 谁有主动权 没有买活的一方 你就算是把对方打了一个团面 你也不能轻易上去跟对方怼 这时候敌法师选择自己 是拿了复活盾 因为他现在没有买 他必须要把复活盾留住 但是这样的话 他就选择是把身上的 这个狂战斧拿下来了 没有狂战斧的话 清兵速度会慢一点 这波狮王 这个A仗真是没白出啊 小精灵不在的情况下 是从头吸到尾 比如上来开始拆 双龙龙还有30秒左右 然后这个虚空还有10多秒钟的时间 小精灵这个地方 小精灵是开着大一个脸上来的 要到时间了 只飞回去 飞回去 这个地方船长再给上一个标记 但是这个敌法师回不来了 这有点尴尬了 小精灵自己回来送死 这小精灵吃了奶酪 这个地方又是被风筝吹了一下 敌法师已经赶回了战场 敌法师已经赶回了战场 这个时候KG所有的人全部复活 红星这个时候应该是先选择撤退一下 先怂一怂不着急 因为现在敌法师毕竟还是没有买 小精灵现在的买活也还有20多秒钟的时间 如果要真跟对方去接一波正面团的话 还是很难打 敌法师这辆比赛选择最后一样 装备终于想起来做BKB了 刚才被对方限制的太死了 船长这辆比赛下一件装备 船长是选择要做羊刀 还是 比较机智吧应该说 因为这场比赛其实打到这个时间段的一个质变装就两个 一个是圣剑 你要么就堆圣剑 而且一把有可能都不够 对于船长来说 就是你要么堆圣剑 你要么就继续强化控制 强化控制的话呢 就是已经有刷新的情况下 你也没什么可做的这种 对技能提升的装备 就只剩下一个 羊刀了 或者出一仗也成 其实船长出一仗也可以 但是船长出一仗的话 一般在最后一个天赋的选择上 会选择去加那个 这个舰队 这里小精灵连过来 小精灵连过来以后 看看船长这块给上一个船 撞一下 敌法师直接上来 先找你后排 这个大招只罩住了一个小精灵 还锤不死 锤不死 人马开出来一张大 这波应该是 这波没打死 敌法师上来 切死双头龙 双头龙买活 冰龙这个大招也大瞎了 这个伐木机 直接被敌法师过来以后带走 这样的话伐木机也要买 双头龙已经买活了 小精灵根本不用担心自己的血量 有龙心很快就可以回满 连上敌法师以后 这波是直接被这种打了一波 0换2输出方面 敌法师砍了6000多的输出 这样啊中路的这个高地 要想守的话就必须买 而且买了也不一定打得过 肉山盾的时间还有很长很长 敌法师现在身上这个肉山盾 真的还有很长时间 人马身上的刷新球碎片也还没有交 这个时候人马实在不行的话 可以考虑开大 这个人马上来一脚挑踩 这个时候定住了买活的伐木机 定住了买活的伐木机 这个地方船长给上一个叉 给上一个水 这个地方给上一个冰箱 接一下小精灵在后排被打死了 敌法师还在继续输出伐木机 但是伐木机没狼啊 敌法师没有大 这个时候伐木机被打死 被吸死了 被吸死了 这个狮王吸了80点力量 100点力量 他已经吸了100点力量 再吸一口 120点力量 老十一的小小 现在还剩2000多钱 又是一口 又是一口 吸到了120点力量 吸死了小小 敌法师冲上去 小小买活 这个时候输出已经不够了 打这个敌法师 小小再一口奶冲上去 又是一口吸 130点力量 敌法师再一顿输出 老吉还剩一点点鞋 打出来一个晕 直接打死了老吉 老吉选择了买活 这个时候狮王在后排 还是没有死 狮王这个地方 现在手里钻着90点力量 开绿章 我再吸一口 小小扔了一下 终于带走了这个狮王 狮王选择买活 踢到下路圣坛 赶紧赶战场 还在赶战场 敌法师这里 开一下自己的皮 一个bling开溜 这可是下路和中路 两路高地已经都拆完了 中路高地还有一个远程命名 但是近战病人已经拆到了 这波团战这个狮王 这个僵狮王 完了 这个狮王 这波团战吸了九次腐朽 他虽然只打了3600多输出 但是他给对方捡的血上线 已经不知道捡了多少了 他吸一口可就是200多血上线 吸一口就是200多血上线 这个狮王已经把对方吸得有点没法闹了 KG这边现在伐木齐没有买活 小精灵现在也没有买活 但这波打完了以后 敌法师连盾都没交 下一会儿 下一波团战敌法师可以直接把BKB放在身上 把敌法师把这个BKB挂在身上 开完了以后再换出来这个狂战斧就行了 而且刚才那个位置 虚空自己一个人冲上来打这个小精灵 有点打不动 这小精灵现在身上有个龙心 而且人马刚才开出了大招 人马为了防止小精灵连着自己 开不出来大招 容易被帮帮定自己出了 就算是没有小精灵 我一样有A仗可以去救 而虚空这个时候的输出 其实不光是虚空 你除了像PA这种靠脸的英雄 其他的英雄哪个顶着人马的大理想 切死一个龙心小精灵 都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现在想翻盘就是圣剑 而且必须是KG出圣剑 而且只有虚空出圣剑才管用 其他人出圣剑都没有意义 只有虚空出圣剑管用 那虚空要出圣剑了 虚空应该是要出圣剑了 他这已经买上了恶魔刀锋 但是现在摆在虚空面前的最尴尬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买不起 这个是现在摆在他面前最尴尬的一个问题 他买不起这个圣剑 就怎么办 这是吗 虚空在游戏进行了70分钟的时候 尴尬的发现自己想做的装备买不起 敌法师现在身上是在琢磨 我到底应该买哪件装备来填充我的格子 让这个背包里面看起来好看一些 摆活方面目前 哎呦敌法师这里上来直接秒 还是反隐的问题 又是一个威光披风直接救下来 敌法师这上来以后被风筝吹起来 落地直接KBKB了 这里又是被绿杖秀了一脸 这个时候敌法师砍了半天 还没砍死 看一下这个小精灵还没死 狮王又开始了 狮王又他妈开始了 他又吸了60点力量 他好大现在 现在场上就看见一个狮王 这个狮王现在已经可以让伐木鸡 在他的手掌上跳舞了 这个地方留住接着吸 我再吸一口 没吸着 对方吹起来了自己 落地我再吸一口 就是要把你吸死 狮王身上带着宝石 两颗宝石 成为了指环王 那这样的话 GGKG在最后 还是没有能够顶住这场比赛 最后是 其实这场比赛打到最后 真的声音最大的变成了这个狮王 变成了这个狮王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刚才那个说红星要是赢了切屌的那位观众在哪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就是问一下你在哪 就是问一下在哪 好吧 那么这样的话 这场比赛就给大家做到这里 也是还是很精彩的一场比赛吧 不管怎么样 还是很精彩的一场比赛 这个 确实 这个最后的狮王 还有这个敌法狮 这个英雄的一个 最后的两件装备的选择 很及时的去改变了自己最后两件装备 是这场比赛获胜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点 当然整场比赛 确实打的也是很漂亮 好吧 那么这样的话 这场比赛就给大家做到这里 我是三宝大叔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和直播 别忘了收藏订阅我的频道 那就先到这里 咱们稍事休息 一会儿带来下一轮的比赛 当然下一轮的比赛是总决赛了 由GE对战ehome的比赛 这个比赛我预计 应该将会在一个小时左右以后开始 所以现在大家可以先去吃饭 或者休息 或者先去干一会儿别的事情 那我也先去吃饭 咱们一会儿总决赛见 感谢各位